近年来澳洲察觉到中国势力崛起 对其造成莫大的影响跟冲击 于是开始采取反击的攻势 从呼吁国际社会深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到反击中国的制裁 并积极地跟美国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合作 虽然现在的澳洲积极地对抗中国势力 但其实早在此之前 澳洲社会对中国的势力渗透毫无警觉 于是经过几十年的耕耘 红色势力深入到了澳洲社会各个领域 国会有议员跟中共存在着不寻常的资金往来 学校里的学生会跟中领馆的关系相当密切 中国资金进入到媒体之后 媒体的言论开始自我审查等等 种种的一切等到澳洲人恍然大悟的时候 红色势力早已无所在 究竟中国的红色势力渗透澳洲政治、商业、军事跟学术有多深 中国对澳洲的渗透统战对于其他地方又有何不同 澳洲是从何时开始意识到的 澳洲目前对红色渗透是否已经做出了因应 北京遭到围堵之后 接下来又会改裁什么样的模式来统战澳洲 这一期的节目邀请到台湾东华大学亚太区域研究学成兼任助理教授许建荣 来为观众深吐的剖析 红色势力究竟是如何进入到澳洲各个领域 好 许先生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说中国势力它已经渗透进澳洲非常的深了 那特别是在各个领域方面其实都有都可以看到中国势力的影子 特别是从政治层面来看 其实最近就是近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关注 有媒体报导说中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澳洲的国会 甚至有很多就是澳洲的政界名人 像是赵波拉或者是廖长尔等例子来作证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澳洲政界遭到中国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回说到大概十几年前 因为整个澳洲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密的 从1990年代开始 所以这个也让中国有机会 就是有点像是对付台湾啦 你是以伤必证 然后他们在香港其实也是用以伤为证的这个方式 所以国会呢最近有很多的案例 包括刚刚刚你讲的那个香港的后裔 那个廖长的这个例子 其实我必须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渗透对我来讲可能是用字太过于严厉 但是呢比较精准的讲应该是影响 因为他们用各种层面来影响澳洲的政界跟国会的议员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能很少注意到 在2010年的时候呢 澳洲有个国会议员他是自由党的 他叫Michael Johnson 他是香港出生 他在香港出生 然后后来在澳洲 然后呢 他很早就当选澳洲的国会议员 2001年就当选澳洲国会议员 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他们呢就是自由党内部呢 他们发现了 Michael Johnson呢 他是澳洲商务论坛的主席 他发现了就是 Michael Johnson跟中国之间 有非常多的不寻常的资金往来 当然就是可能是跟一些中国的想要投资澳洲的一些矿产 还有一些能源有关 那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说澳洲的自由党内部在调查的时候 觉得这个关系非常的不寻常 所以呢到最后就是 他跟澳洲自由党的决议把他给剔除掉 就是从他这个党员 就是直接把他除名 那曼国交通后来 他还是继续参选 他是用无党籍的名义去参选 可是他当然没有党选 这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是十几年前的例子 十一年前的例子 那这些年代到底中共透过经济的关系 或是金钱的关系影响多少 澳洲的不管是国会议员 或是说是员州议员 这个其实是可以想象的 那关于之前你有提到 就是说我看你们记来的 有提到就是说 那是不是关于军事的商业 军事的问题 军事的问题在比较早期 比较早期他们是 中共是透过商人在澳洲 去购买一些矿产公司的土地 或是牧场 然后这些牧场或是土地 矿产公司的土地 其实是临近什么 临近军事基地 那当时其实是陆克文主政 还有当时陆克文主政的时候 国安单位对这个有留意到 那其实就是澳洲政府 其实是直接去拒绝掉了 那当然还有很多 买了很多 是不是有漏网资源 我不晓得 那在商业的 那其实是最 最难看 那就是比较 影响比较大的例子 其实都连台 在澳洲投资的媒体 都说得要掉 在布里斯本有一个很著名的媒体 叫做怀友周报 那怀友周报呢 其实是很挺反力堂的 他之前刚过是秋水亮教授 也在提起文章 可是呢 大概在2011年12年之后呢 怀友周报呢 就不方便刊登秋水亮教授的文章 然后呢 到最后呢 连报导台湾的新闻 或是说去报导对中共鼓励的新闻 都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的大使馆呢 他对这些媒体 施压 就是说禁止刊登 然后对这些 那边的华裔的 背景的商人 禁止他们呢 在这些媒体 不管是香港人的媒体 台湾人的媒体 甚至是中国人的媒体 刊登 刊登这些广告 就是说 如果说这些媒体 是对中共鼓励的 然后就禁止他们去刊登 所以到最后 这些媒体 其实都是自我政察 那另外一个 比较值得一提的 就是像华为的这个例子 华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 现在是行动通讯母局 的状况 但是早年 像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2007年 我在那边用的3G的行动USB 我的比例要长嘛 我买的那个行动USB 其实是华为的 那当时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多少的资料讯息呢 是被这个行动通讯者给传回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师傅群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后的就是学术 学术的层面呢 在澳洲的中国学生学者连移会其实是影响很深的 那公司学院也是 让他们自我审查 然后在学术方面有孔子学院那些 这些听起来其实跟 中国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部分国家做的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我想问的是 中国对于澳洲的渗透统战 对于其他地方的统战 或者是您刚刚说的比较偏向影响 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比方说他的目的或者是他的手段 或者是他的任何方法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OK好 应该是说澳洲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澳洲是美国的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门方 所以他中国是在想办法去截断澳洲这条线 因为在北太平洋他的门方是日本 在南太平洋他的门方其实是澳洲 那澳洲虽然土地大 那坦白说 他的经济率其实规模不大 他只有2400多万人 那澳洲的移民在近20多年来是非常多的 那他们这些人其实是很有钱 就是说这些移民到澳洲的中国人 其实是很有钱 他们在各层面上 他们的影响是 相较之下 比如说对于相较加拿大 相较纽西兰 相较于美国这些中国移民难度的地方 或是说英国 他们影响澳洲是比较容易的 特别是因为澳洲对中国的经贸 一旦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我刚刚强调就是说 就是说中共是要想办法 去阻断 澳洲跟美国的结盟关系 是 好 那想请问的是就是我们都知道说澳洲跟中国最近 近几年来他们的关系很不好 那想问的是说就这个层面来说澳洲过去在 中国过去在澳洲所做的这些影响力的耕耘 在最近几年来有发挥作用吗 我的意思是说 当澳洲政府他想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 他原本所培养的这一些影响力 有确实发挥作用吗 第一个我先从经济层面来讲 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的澳洲的商人 是很依赖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当过去只要谈到中美关系 就是美中关系 或者说澳洲跟中国的关系 或者说牵涉到台湾的意义 这些商人或是学界会逼什么 会逼澳洲政府 第一个不可以表态 第二个呢 你就算要表态 你不能选择美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AIM的一个著名学者 Hugh White 他的立场几乎就是 就是弃台论 就是放弃台湾 然后不要跟美国在一起 我们要选择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正在崛起 中国对我们的经济影响很大 那美中如果有冲突的话 澳洲最好就是不要介入 如果要选边的话 因为我们在亚洲 所以只能选择中国 所以说在这上面 其实影响是很深的 特别是学术界 学术界在过去这二十多年来 学术界的声音呢 几乎是站在比较偏中国这一方 当然最近这两年的那个状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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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逆转 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些 通战 或者说渗透 是 广民政大的 然后呢 被他们澳洲的媒体 给揭露出来 所以呢 现在他们才是开始有警觉 然后这些商人呢 也其实开始有警觉 好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个层面 我有看到那个ASPI 他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他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 他有讲到说 中国的解放军他利用了异国采花中国酿蜜的方式来取得军方所需要的技术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既然说这一篇报告是在澳洲的一个智库所做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他这个异国采花中国酿蜜 他在澳洲实行的成效 以及他影响的程度是如何 那另外一个他其实内容听起来好像跟千人计划很类似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中国异国采花中国酿蜜 他跟千人计划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刚刚讲的这个智库是ASPI 其实这个是澳洲官方的智库 那这个阿波的官方智库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澳洲政府的立场 那应该这样说就是说 千人计划呢 它是在吸收海外的研究人材 为中国所需的研究项目来做服务 那它包含海外的华人 它的对象是澳洲人或是说海外的外国人 那有可能就是你可以去中国做研究 有可能其实他就是说我给你钱 我私底下给你钱 但是你是在国外帮我做研究 那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计划呢 其实就是说他们是派了一堆解放军背景的人 其实学着大刀 根据它有大刀大概有两千五百名 具备有军航身份的研究人员 他们前往美国、英国、新加坡、德国、澳洲 这一些科技比较有发 就是说科技学术比较有发的地方 用留学的方式啊 或者说访问学的方式去收集这些军事的科技 那ASBI他们演出比较距离点出的人 大概有十七个啦 但是我相信应该不 因为他们就是说 ASBI的一个研究员叫周安兰 他举出了有十七个人 然后分别前往这些澳洲的大学 其中他点名一个叫王向科 他是去AMU学习AI能工智慧 现在他是中国的民进方安全的 国防科技大学的副教授 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女的学者 他是解放军讯息工程大学的老师 他是去新兰威尔斯大学的访问学者 就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觉得只有七个军事科学家 因为澳洲还有另外一个强项 是Biotech 就是我们现在不在谈 那个武汉肺炎后面来听的问题 因为澳洲的Biotech其实是还蛮强的 所以或许也有学习一下Biotech 因为Biotech其实是生化武器的基础 那这些东西在中国没办法研究 或是说千人计划的外国学者 可能合作的程度没那么密切 所以把这些军事科学家 派到外国两三年甚至至五年 然后研究到这些技术之后再回来 然后变成在他们国内的军事相关机构 当作总职的训练师教授 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 策略是其实跟千人计划 比较不一样的 而且实际上对他们才是有 真正的帮助 因为这些人其实就是 他们的总程度是比千人计划还要高的 因为千人计划可能他只是 这些学者可能不是作为原因是什么 所以金钱而已 对那您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计划周安兰这个作者 他提出了17个人 那我想请问的是 这17个人后来有遭到调查吗 那另外就是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 澳洲官方他有颁布了什么样的法令 或者是什么样的后续的措施 来阻断这样的计划吗 好 这些军事科学家其实都是很平安的 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内 当然是澳洲并没有像美国这么强 美国对于那个千人计划 有查到 是直接逮捕的 那他们这些人隐瞒军事科学家的身份 对澳洲来讲的话 可能没有任何的 这个执法可以做行动处理 所以呢 澳洲才会在2018年通过了 三个法案 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间谍与外国干预法 还有外国影响力透明法 其实其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关键基础 设施安全法 这就是我提到的 在过去这十几年来 中国是有计划的在全世界各国投资 那投资的很多项目呢 可能跟军事有关啊 可能是跟科技有关啊 那澳洲呢 目前是采用各种不同的 方法去阻断这些中国的影响力 好 那除了这一个 异国采花中国酿命之外 其他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中国间谍 中国统战一个很轰动的一个案子 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王立强共谍案 那时候几乎是轰动一时 那在那时候呢 也不少人质疑说王立强他 他说的话啦 他说的那些情节细节 呃 质疑说他向澳洲泄的蜜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是隔了大概有两年 您觉得 呃您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呢 好 OK 王立强这个事件 其实是很有趣的 那我就我个人 三点 王立强呢 只是这个 这个统战 这个统战行动 其中的一个小螺丝丁 那 对中国来讲 买台湾比打台湾还要便宜 那 所以呢 呃 买台湾是各个层面 各个层面 而且我相信从1990那开始就开始在布局 那最近这几年呢 是在打讯息的 台湾的网路讯息跟媒体 甚至说买网红 因为我们在看那个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呢 很多网红在表态 那我们表态坦白说他们其实是受到执行 就我了解 网路的宣传界其实就是我们在台湾在讲的网军 网军其实很多很多官方是在做网军 他们对于 呃 这些来自中国的资金是 亲自肚明 他可能是包装不同的 然后 等于就是说在台湾 打大前在做 整个网路宣传的活动 那 王立强他点出了很多 呃 资金啊 多少钱啊 什么什么的啊 那 对我来讲 王立强只是在 在 撮合这一些 呃 可能是 媒体啊 或者是说 呃 网路公司的这些联络啦 他可能只是 扮演仲杰的角色 那当然了 对我来讲 可是我自己个人看 因为 他 把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 他可能呢 不见得是他做的 但是他知情 他知情 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 他才可以在澳洲 他假设他有意 要用这些资讯来换取政治披肤 的话 他就必须要把事情整个很全面的讲出来 他即便说这些东西不是他 他根本就没有参与 他可能是知道哪些联络的人就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 王立强他并不是一个外交官 之前发生过 中国外交官在 在 在奥作 对中国来讲当然是叛逃 可是因为他外交官 他有这些 知道中共是如何在哪边 抵抖或是统战的政策 但相调来讲的话 王立强他只能用这一个 就是全盘托出他知道的状况 来换取政治披肤 所以他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重要角色 他只是在整个统战 对台湾的宣传导战的 庞大的网络系统里面 集中了一个国士兵而已 是 那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点出了很多的资金链 他也把很多的细节 整个运作的细节过程 讲得很清楚 所以想请教一下说 王立强他站出来 就是全盘托出这一切 对于中共的 这个统战的网络来讲 有什么样的打击吗 还是其实根本 我不认为有什么样的打击 因为在做这个业务的人 其实太多了 因为他必须要去 层层的去洗钱 把资金 就是资金怎么流入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也有相关的法律 可以去查金链 可是金链它层层洗 它要洗到你找不到 找不到它的来源是 直接来自于中国 它可能是透过台商 它可能是透过他在这边的联络 所以我不认为王立强的事件 有办法去阻断或打击 中国对台湾的这些网络宣传战 或是媒体战 我不认为有办法去打击 但是这件事情只是让 应该是说这件事情只是让全世界 特别是台湾 知道就是说 的确 中国有在对台湾 进行这些网络宣传 或是媒体战 是 那其实在王立强这个事件当中 它牵连到了很多 比方说像像星 它有在香港跟台湾 都有一些资金的往来 然后甚至是王立强 他在澳洲爆出这件事情 所以等于说这起案件 它牵涉到了台湾 香港跟澳洲 那所以想请问一下 这三个地方 在中国的统战的布局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关心 或是有什么样的联动性吗 因为说说澳洲的提示 对中国相较来讲 不是这几年 我说几年前 相对来讲是 比较没那么提防的 虽然就是说 国安单位一直有在注意 可是澳洲需要中国人的资金 所以中国的投资一直进去 金流一直进去 金流一直进去 就是我自己个人观察来讲的话 资金的流动在中国 香港跟澳洲相互的流动 其实是可以预期的 那如果说你这些金流 在这几地流动 然后想办法洗掉中国 然后再转转到台湾 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要知道就是说 香港的华人社会 特别是在九七大县的香港移民 或是说后来的香港的新移民 特别是跟商业有关的 这些香港移民 某个程度上来讲 是蛮依赖中国的影响力的 所以中国是很容易去控制 这些跟投资资金有关的 香港移民 那要去查到向新的资金 是不是跟这些统战有关系 我觉得程度上还蛮难的 因为最近台湾的司法在处理 向新的这些事件的时候 你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去 举证这些是跟中共的统战有关 就很明显的例子就是 之前王秉中的案子 他们是无罪的 是对 对不对 那整个我们的舆论界是华人 这么明显怎么会无罪呢 那既然王秉中这些案子 有办法无罪了 因为你没办法举证 那你如何去处理掉 处理相信他们这些资金的流动 而且他们都是打个公司的名义 在做投资的 那刚刚我们讲的 比较多层面跟一些特定事件 那想要来问一个 比较总体性的问题是 澳洲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 才开始意识到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军事 外交什么的 通通都被中国给影响了 有没有一个 比较关键的时间点 或者是一个事件 让他们决心 好 其实2008年的时候 北京奥运的时候 香港的一些学界 或是说媒体有大到中国的影响 因为北京奥运在全世界传递 然后当时呢 中国是动员了海外学生 特别就是中国学生 林医会的这些学生 还有桥接去保护生活 当然当时也有西藏的事件 所以就是说 日子西藏的跟日子中共政权的 就会在生活传递的时候发生冲突 那北京奥运生活在澳洲的传递呢 也发生相关的冲突 当时呢 舆论跟学界才注意到 诶 这个中共 这个政权跟学生之间的关系 或桥接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不寻常 但是 因为澳洲实在 经贸太依赖中共了 慢慢的就是 这个 世界机制就淡化掉了 那最主要的那个关键点是在2017年 2017年的时候呢 是澳洲国家广播公司呢 在他的那个节目 一个 节目叫做Four Corner 就是翻唱中文叫视角 他呢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呢 去做了一个 专题报导叫做权力影响 然后呢 去报导说 原来中国到底透过 政治献金等等的方式去威胁到 国家的主权跟安全 然后呢 具体的动员了中国学生组织 影响学术界 控制华语媒体 就是我刚刚讲的 包含台湾的媒体 台湾人的媒体 然后呢 结果呢 节目一播出 他当晚还有点名 他当晚点名了一些 一些比较具体的 特定的人 可能的人或单位 那节目一播出呢 澳洲举国华兰 那澳洲的情报单位呢 也开始一直在进行调查 那进行调查之后呢 就抓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所管辖的澳洲、中国 和平统一出进会的 会讨王项默 他们呢 他这个人是 一直透过政治现金 收买澳洲的国会议员 那很多澳洲国会议员 也因此到处到调查 好 这个其实就是 最关键的就是 澳洲国家绑谋公司的 传统报导 还有呢 澳洲的情报单位 调查到了黄项默 对澳洲的国会议员 长期收买的行为 所以呢 才开始 一直到中国的渗透 大概关键点大概是2017年 所以才会导致到2018年呢 通过了我刚刚讲的三个法案 间谍于外国干预法 外国影响力透明法 还有关键基础 这是安全法 是 那另外就是想请问一下 呃 其实中国对于澳洲 他有意图的要施加影响的 应该已经是由来已久 那您有意识到说 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手段啊 或者是强度 有没有什么样的增强 或者是减弱 或改变 习近平上来之后是这样 就是说 胡锦涛的时代啊 坦白说 其实是做的比较 应该是说 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没有那么强悍 他是用经济啦 用文化啦 用各种层面去包装 那 大家的警觉是因为 习近平呢 他在中国对内的打压 还有呢 对香港的打压 然后呢 让西方国家呢 去意识到 他们就开始意识到 在省事到 就是说 我们过去呢 期待 中国 他 经济发达了 中产阶级会来要求民主 中国呢 会走向民主 后来发现不是 那 以前呢 我们也期待 就是90年代 网路在发达的时候 我们期待网路呢 是一个 可以让世界 全世界 或是说 政治国家 走向民主的一个平台 或武器 结果呢 发现呢 网路呢 竟然目前变成 中国 在 控制 控制 人民的武器 然后呢 甚至网路呢 是 他 在影响 其他 国家民主 选举的 结果 还有思想 那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 习近平的 强悍作风 然后让大家 去 反省 去省思 中国在 全世界各国的影响 这些影响 其实早就存在了 1990年代就开始了 2000年代就开始了 2000年代初期也开始了 那 只是因为 他太强悍 然后呢 中国并不如 西方世界的 想象 欲取 走向 民主 所以呢 才会 认为 就是说习近平 其实是 更专制的 或是说更强悍的 其实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专制 一党 执政的 一个国家 只是说 习近平 他的行径 让世界 重新去形势 这个问题 是 那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到2018年 就是 澳洲 他慢慢地 察觉到中国 对他们的影响 然后在2018年 通过了三个法律 来做出因应 那之后 北京 遭到围堵之后 他 您觉得说 他们会改采 什么样的模式 继续来影响澳洲呢 我 我是认为 持续的 经贸 打压 试图影响一些 商业的 商界的人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觉得 最有可能的策略 是用澳洲内部的华人 去影响澳洲的分子 这是最有可能的 你要知道就是说 在这二十多年来 澳洲的 也就是说 移民澳洲的 中国人 中国留学生实在非常多 然后这些人 虽然他们很年轻 可是他们的思想行为 大部分是跟中共是一样的 我举几个 几个 几个 比较 简单的案例 比如说2007年 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 总部留学生 一个大学生 然后呢 他说他的父亲是公关局的局长 那 他说他的爸爸呢 就是只有给他一个任务 念完书 有澳洲取得身份 那他目的是什么 当然他没有讲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的男友 在本市场大学 念博士 然后那时候 我们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跟几个朋友 台湾的朋友 学生故意 开六四天的那个 YouTube的影像节 给他看 给这个中国来的 学生看 结果中国来的学生呢 直接对着我的朋友 跟他的女友 直接讲 六四天 那就是 美国的宣传 西方的宣传 你就知道 他在这边 很久了 他的想法还是 还是这个样子 那 在最近 武汉 对人事件 去年 我看到 我认识的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现在已经完成移民 已经变成澳洲人了 他们在脸书上面呢 跟中共 站在同一个角度 在痛斥澳洲 痛斥美国 他们讲话的口吻语 完全是跟 環球时道一样 完全是跟 中国人民 所以我觉得 最可能的策略还是 去影响澳洲内部 法人权 而且 中国管理事管 其实是 去控制这些 巧妾领袖 更何况 这些留学生 有多少 可能就是 中国的音乐出生 他们的关系 都是非常紧密的 有可能他们 也是共青团的成员 只是他们 变成是 澳洲共鸣 我觉得 这是 这些人的投票行为 是很一致的 中共 领事馆或大使馆 要求他们 投票给谁 他们其实就会 投票给谁 比如说 在2007年 有一个故事是 我那时候是去 那时候澳洲联邦大选 然后就是 陆克文 就是说 陆克文带领 中党 一拜自由党的那一年 我在福利斯本的 一个投票的时候 我看到了 有中国留学生 在 投票所 發送 如何 投给工党的文宣 然后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繁体制 一个是简体制 繁体制是给香港的移民 那 简体制是给中国的移民 那你就知道 他们其实是公然介入 帮大选 是 那所以澳洲当局没有察觉到 这样子的 的现象吗 他们有做任何的 因应措施吗 澳洲政府或是澳洲的相关的单位 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呢 澳洲的投票 澳洲的投票是 投票当天呢 各个候选人 政党会去投票所 去发 发如何投候选人 因为他们是 他们不是 勾选单一个人的 他们是可以勾选很多的 排顺位 所以像工党 投党会跟绿党合作 所以就是他们必须 会有所谓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 大部分的 其实大部分的许名 都会带着政党的 工作人员在那边 发的那个投票的通知 投票的那个 如何票选的 那个勾选 直接进投票所 然后看的那一个 顺序去勾选 所以对他们来讲 很正常 好 那我的意思 但是对我们来讲 是 就是您刚刚有说 就是越来越多澳洲 中国的留学生 留在澳洲 然后再加上他们 原本的移民啊 会形成一个 慢慢慢慢 斥力越来越强大的 一个华人圈 然后进而 对他们的政治 商界造成影响 所以除了就是 通过那三个法案之外 澳洲还有其他的 做法去移民吗 澳洲现在是 比较具体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他 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 澳洲联邦政府 宣布撤销了 维多利亚州 跟中国一带一路 所有的协议 那五月的时候 国防部 又宣布了 以关键基础 设施安全法 重新去看 中国南桥集团 在2015年取得 的达尔文港 的99年出月 他们其实是 在开始用 相关的法条 去检视中国 在澳洲的相关的 一些行为 或是说一些状况 所以就您个人来说 您对于日后 就是中国在澳洲的渗透 或者是澳洲对于 防堵 中国的渗透 乐观吗 我是觉得防务胜防 因为你不知道移民到那边的 中国人 他们的状况 他们有多少的是 听命于中国大使馆 但是澳洲其实一直很积极地在对付中国的这些渗透 而且就是说 外方的澳洲 特别是白种人 他们对中国已经开始有所警戒 当然这种警戒 变成是一个可能是族群的冲突 我也不乐见 因为可能就把所有的犯牙医 就当成是贼来看 当然是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警觉 我对于这样的状况 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会发生族群上面的冲突 这可能是比较不乐见的社会状况